最近沙特大满贯比赛正在进行中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单淘汰赛中 我凭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 对战印度选手巴特拉 本身双方的实力不在一个等级 王曼玉的实力更强 他在上一战世界杯比赛中 差一点打败 虽影杀夺得世界杯的冠军 所以在赛前外界球迷普遍认为 王曼玉能够3比0横扫巴特拉 没有想到比赛开始之后 整个的局势和球迷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第一节上来 王曼玉的状态确实不错 很快大比分拿下了第一节的胜利 然而正当球迷都以为 这场比赛彻底稳了之后 王曼玉进入比赛 第二局却开始疯狂崩盘 之后连输三局以1比3惨败的成绩 输给对手止步第二轮 无缘争夺女单冠军 所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很多球迷对这个结果都非常意外 也根本想不到 王曼玉为何会暴冷淘汰 其实要想知道答案 不妨来看一下邓亚平和张艺宁 他们过往的一番评价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 这场比赛可以发现 王曼玉之所以输给印度选手 并不是他的实力问题 而是心态问题 在面对比较怪异打法的印度选手 王曼玉无所适从心态开始慌了 想赢怕输 最终输掉了比赛 而邓亚平在之前点评 国平主力比赛的时候 也曾经说出过心里话 他说当双方的实力差距 并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谁的心态更好 谁能把细节控制得更好 谁就有可能拿下比赛的胜利 从这一次的比赛表现来看 很明显巴特拉做得比王曼玉要更加好 对于王曼玉来说 这一次取得如此糟糕的成绩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当然了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由于王曼玉的成绩不如预期 外界有些球迷 对于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糟糕 甚至有些极端的球迷认为 他是烂尼扶不上墙 接下来就别想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说实话 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 而完全否定王曼玉在国平当中的地位 其实也是非常不应该的 在此之前 其实大魔王张一宁针对王曼玉 曾给出过一番非常公平的评价 张一宁认为 王曼玉整体的气场非常强大 他和孙颖莎是我们国平女单 现在的领军人物 所以尽管这一次王曼玉输了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针对他 发出太多的谩骂和攻击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意外淘汰 对于王曼玉来说 依旧是一个挺糟糕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他将会被扣除3000级分 巴黎奥运会的单打名额岌岌可危 看到这个消息 相信不少喜欢王曼玉的球迷 应该都会觉得非常遗憾 从东京奥运会到现在过去三年时间 王曼玉一直为这张单打门票而努力 没有想到即将再拿到这张门票的时候 到嘴的鸭子就飞了 就岔着临门一脚 不得不感叹 竞技体育确实非常残酷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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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